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是把这一个裤带科 超便宜的一个20瓦的充电器 把它拆解开 让大家看一看内部的用料的情况 咱们的视频风格就是 评测做一个视频 然后拆解 单独做一个视频出来 让大家了解一下 内部电子元器件 而且我们还会介绍 每一个电子元器件的厂家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一个好产品的背后 有多少配件厂商 在努力的生产自己的元器件 一个产品内部 究竟是有多少的厂家的东西 拼接在一起的 一个优秀的产品 它电路设计的情况 还有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我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一个20瓦的充电器 正规的充电器产品 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波峰焊 焊得非常的牢 我们想撬的话肯定是撬不开的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直接撬开这个后盖 这就是充电器内部的样子 用钳子把这个充电器的主板拔出来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板 拆解这些电器的东西 有触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去模仿我们这些拆解的 充电器是通过这种触点的方式 接触到内部插座的弹簧片上面 充电器内部贴有缓震泡棉 防止充电器主板在里面上下串动 这一片芯片上面都打了三防漆 避免这个充电器出现意外 散热胶打在这个电容变压器的中间 这种20瓦的氮化加充电器 它的布局一般的都是很简单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把它全部打散 这个库台科20瓦充电器 所有的元器件都拆下来了 这个充电器采用的是QR反击 开关电源的设计 方案的芯片采用的是上海蓝芯 SC3055加SC3152的整套方案 我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充电器 225输入采用卡扣固定主板的方式 插头的金属部分为铜制的材料 输入端一颗白色贴片保险丝 来自成立于2005年 专业从事电路保护元器件生产研发销售的企业 上海浮佑丝电器 这颗保险属于浮佑丝24T系列 额定350伏全电压设计的延时保险丝 绿色的NTC抗浪勇热名店主 私营SCK来自创立于1979年 致力于经营电子保护组建领域的台湾辛勤电子 国内的分公司为长洲辛勤电子 这一颗热名电子主要用于防止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 一颗贴片式整流桥 适应型号ABS210 来自成立于2000年 专注于半导体分离器件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销售与服务的厂商 江苏扬州扬节电子 这个整流桥的规格是2A 赖压1000伏 三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级铝电解电容固态电容超级电容研发 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企业 广东照庆滤宝石 这三颗电容的规格是 实微法赖压400伏 属于滤宝石M1系列 赖高温标准铝电解电容 这是一颗公质插膜电感 内部公质磁芯 用起爆线的铜丝进行扰制 外部有热缩管进行保护 用于电流的蓄流和滤波 电流经过整流滤波进入主控芯片 芯片的CE型号是SC3055 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 上海蓝芯半导体 这是一颗集成了650伏氮化夹器件的高频准鞋证 反机式PWM变换控制器 可以实现高效率和高可靠性 具有低启动电流 低待机功耗等功能 集成了VDD电源的分段供电电路 特别适用于输出电压范围较宽的应用 此外频率抖动功能和智能驱动功能可以减少噪声 提高EMI性能 提供全面的保护 以防止电路在异常条件下的损坏 这部分电路是用于抑制斜震电压尖锋 提高电路稳定性和可靠性 同时减少EMI干扰的RCD尖锋吸收电路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次级的电流输出端在这一边 这边是初级的感应端 上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 横跨于初级次级之间 主要用于抑制电池干扰提供安全隔离和滤除高频噪声的一颗蓝色安硅Y电容 来自成立于1965年台湾第一家生产陶瓷电容的厂商 台湾的成功电子 国内分公司为惠州成功电子 这个Y电容的规格是470PV耐压500V 属于成功电子Y1系列安规陶瓷电容 提供电器隔离 隔离控制信号 抑制噪声 以及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的光电偶合器 4E型号EL1019 来自成立于1983年 全球知名的LED生产企业 台湾的易光电子 这个光偶是易光EL101X系列光电偶合器 这一部分电路为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电路 这边有一颗固带电容 这边是同步整流芯片 充电器的次级同步整流器芯片 4E型号SC3512 跟主控芯片一样来自上海南星半导体 这是一颗智能型次级同步整流器 内部集成了一个赖压60V功率MOSFIT 可以代替肖特机二极管 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 芯片适时监测MOSFIT的导通压降 使导通损耗最小化 极快的关段比较器和驱动电路 确保了内部MOS管的安全 该芯片支持高测整流和低测整流 充电器的USB协议芯片 4E型号HUSB338C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 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 深圳惠能态半导体 这是一颗专为小功率Type-C应用设计的 协议芯片 支持PD2.0、3.0、PPS、QC2.0、3.0、BC1.2、DCP、AFC、FCP和SCP协议 支持5V、9V和12V三档FPDO 可通过硬件配置提供7个不同的功率等级选择 集成了所有必须的保护功能 确保适配器的安全可靠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颗 跟主滤波电容一样来自赵庆的滤宝石 规格是560VVA耐压16V 属于滤宝石、BC系列、低阻抗、高纹波电流、固态电容 充电器的输出Vivas开关管 4E型号130N03 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专注于车规及功率半导体设计及开发的公司 深圳真帽家半导体 这个NMOS的规格是 内压30V内部的导主13毫 这一颗白色的R2005贴片电阻为电流取样电阻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USB-C连接器为加高的设计 外部有钢套进行加固保护 充电器的主壳底内部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充电器的后盖壳底上面一样的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库台客20W充电器 经过评测和拆解 大家都看到它真实的性能和用料 仅售19.9元的价格 换来的就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而不是山寨假货内部用的一堆不知名的器件 都是一些安全性可高性没有任何保障的元器件 老铁们 我做这些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常识 涉及220V高压的电器 一定要买品牌的正规产品 不要贪便宜买假货 烧了你的手机 那都是小事 最怕的就是关乎生命财产的安全隐患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